那么这一节目的话再来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自定义组件当中的插槽 好 我们首先的话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插槽 相信大家还用那个原式的HTML标准的时候 比如说DLV 在DLV下面的话 你是可以添加自己的一些其他元素 对吧 那么我们的这个自定义组件 好像你写完以后 在这个组件当中 对吧 你可能想去添加其他的这个子元素 那么目前为止的话 你是实现不了的 如果你想要在这个里面添加一些元素 这事的话就必须要使用到插槽 明白吧 好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先来看一下 就是插槽 它的一个语法是怎么样的 好 在这里我们用一个叫做Navigation Link 就是导航条的一个这样的组件为例 然后在这个里面有一个模板 对吧 模板代码 在这个模板代码当中 有个A标签 A标签里面的话写了一个叫做什么 Stort Stort 这个答案词你翻译成中文的意思 代表的就是插槽的意思 好 你只要写上的这个Stort 那么以后 你在使用这个组件的时候 你在这个标签中间写入的东西 它就会自动的插入到这个地方 它就会自动的插入 放到这个地方 进行一个替换 进行一个替换 好吧 你也想应该也能够想得到 如果没有这个Stort 这个东西 那么你直接写一个东西放在这里 它怎么知道你要把这个东西显示到哪个地方 对吧 你到底是要显示在这个A标签当中 还是其他标签当中 对吧 因此这个地方的话 肯定要有一个Stort 代表的是你现在加新加进来的这些东西 对吧 你要放在具体哪个位置 具体哪个位置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这个代码的形式来跟大家演示讲 好在这里我是创建了一个叫做插槽的这么一个原代码文件 然后在这里我们首先的话也是先来定一个组件 叫做什么呢 view.com.plmt 好叫做navigation link 好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是一个对象 好 我们首先的话 现在给它也传一个属性 propercy.plps 叫做ur 就是跳转的链接 接下来的话 再来给它写一个terminate.tmp.lat 好 然后的话我们在这个地方先来把这个模板文件现在写下哈 因为在这里的话这个代码提示不是很好 好 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要写个ur 我们这一个ur的话是从这个属性当中读取的对吧 那么它是一个动态的 因此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就需要使用这个属性绑定的方式 属性绑定的方式 好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代码怎么样了 把它给拿过来 可能加x 再把它给剪掉 放到我们的这个地方 好 这样的话哈 就是我们这个标签就像的是已经 这个模板代码就像的是已经写好了 但是哈 如果我们想要以后再用的时候 能够放到这个a标签当中 对吧 就是由我在这个地方使用的时候 使用这个组件的时候啊 比如说百度对吧 那么我这个百度两个字要放在这个里面 那么该怎么办呢 我们就必须要在这里写上一个start 好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啊 好 我们在恐着加斯啊 这个地方我们再给他传立一个url 好吧 好 在恐着加斯 然后的话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代码啊 在这里我 我们在流浓箱当中来打开一下 哎 这样的话 你就能够看到这个百度已经有了 这边对吧 并且它上面的话是有这个链接的 我们右键的话来检查一下 然后的话 看一下它的这个admos啊 在这里百度是不是在这个a标签当中啊 好 那么如果哈 我这个地方我把这个start放在其他地方 对吧 比如说我放在外面啊 放在外面不行啊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模板当中必须只有一个更元素 因此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再给他给他加上一个div 好吧 然后的话我们再把这个代码对吧 再把这个代码啊 把这个给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个中间来啊 好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我们在恐着加斯 然后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写个谷歌 对吧 谷歌啊 就是a标签当中啊 a标签当中的话 它会显示一个谷歌 待会我们这个地方写写的这个百度 它会放在这个地方 好吧 好 我们再来走一下 然后的话来刷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百度的话 它现在就已经没有在这个a标签当中了 对吧 就没有在这个a标签当中了 而是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start 它所属的这个位置 所属的位置 好吧 OK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插槽的一个最基本的用法 最基本的用法啊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 呃 作用域啊 作用域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我们插槽当中哈 如果你想想要使用这个 呃 组件当中的变量的话啊 默认情况下的话 你是用不了的 好吧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组件当中啊 我这个地方有一个属性叫做url 对吧 或者是我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定一个data 叫做什么呢 呃 在我们组件当中哈 这个data必须是一个函数 好吧 这里有限制 然后的话我们return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就有一个变量 叫做类母啊 就叫做类母 叫做叫做这个什么呢 治疗课堂 对吧 他做治疗课堂啊 然后的话 我在这里啊 假如我在使用在插槽当中 这个地方对吧 我想要去把这个属这个呃 这个组件当中的这个类母 把它给读出来啊 这个地方的话 你是读取不了的 好吧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写个类母啊 我们走控制加斯保存一下 然后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来刷一下 可以看到他报了一个错 对吧 他说这个属性或者是方法内母 is not a defined 是没有被定义 没有找到 说明是这个东西 你是读取不了的 好吧 就是说好 我们这个插槽当中写的任何的东西啊 他这个变量读取的话 他是从他的副组件当中去读取的 从副组件当中去读取的 而不是从我们这个这个组件当中去读取的 明白意思吧 这个的话是他的一个作用域啊 是是他的一个作用域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大家要记住一下 要记住一下啊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再来看一下 第二个是这个插槽的一个默认值 就是有些时候哈 我们可能呃 想提供给用户可以进行这个自定义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的话 他可能是呃某某个值 对吧 那么这时候的话 我们就可以先把这个绝大部分可能会发生情况的的这个值哈 先写好实在不行 优惑还可以通过这个插槽进行自定义 对吧 好 在这里的话 我们举个例子哈 比如说 我们定一个按钮的这么一个组件啊 叫做这个my button 好 好 那么在八层当中的话 我们再给大家写个start start哈 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显示这个八层当中的文字 对吧 那么啊 在我们这个项目当中哈 有可能对吧 就是可能某些情况下这个八层 它里面显示的文字都是确定 可能对吧 超过50%或者绝大部分情况下 它的这个文字都是确定都是确定 那么我们的话就可以先把这个呃 把这个值先写到我们的这个start的当中 就先写好一个默认值一个默认值啊 好 那么以后我们再用的时候就是my button 好 就是这个中间你不写任何的东西 它也会给你加深一个确定 好吧 好 然后的话来走一下 是不是有了吧 有了啊 好 那么如果有些情况下 好 我们不想要使用这个确定 我们可能想要去使用其他的这个按钮 比如说啊 立即支付 啊 好 这时候的话 他就会把这个默认值把它给替关掉啊 显示你这个地方写的这一个 好吧 好 再来走一下 我们这个地方来刷一下 这样的话就显示的是一个立即支付 对吧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呃 插槽的一个默认值 插槽的一个默认值啊 好 那么这些的话就是我们插槽的一个基本的使用 接下来的话 我们也是来做个笔记啊 做个笔记 插槽的用法 是在这个什么的模板啊 是在组件的模板代码中啊 再指定啊 位置 使用这个什么呢 使用这个 slot啊 那么以后哈 再使用这个组件的时候啊 那么以后哈 再使用使用这个组件的时候啊呃 在组件中对吧 组件中啊 添加的值添加的任何内容啊 不一定是文字哈 任何的内容包括这个标签啊 都会都会加到这个什么呢 start呃的位置 对吧 第二个的话是什么呢 作用域 呃 自定义啊 这个插槽中啊 不能够使用这个什么呢 啊 组件中的数据 只能从这个什么呢 副组件 读取数据 对吧 或者说哈 他的这个作用域的话 是跟我们这个自定义组件的作用域是一样的吧 第三个的话就是什么呢 这个默认值啊 可以在定义 在定义插槽 的呃地方啊 先定义好默认值 这样哈 以后不传选啊 以后不传递啊 数据 不传递数据啊 也会有一个默认值 对吧 如果啊 默认值不符合情况啊 也可以也可以什么呢 也可以自己单独单独设置对吧 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啊 啊不是这里啊 这里好吧 这个的话就是默认值 OK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这几个当中需要跟大家讲到的知识点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